玩具TV第27季第2集 今天挺好的 介紹玩具的方向也有很多 有藝術品 全部都是自己心想 而且重點是 適合我 價錢相宜 今次要介紹的 上次介紹了這個 威ndham 今天我們繼續介紹威ndham 上次有介紹SHM的嗎? 有 你不在 很高質的 超高質的 本身那些一折折的 你有沒有買? 我有買 那些一折折的關節好看 竟然炒嗎? 不理會喜歡就算了 如果買不到的話 剛好今天又出了一款廉價版 可動版 但質素我真的覺得不錯 全身有14處可動 厲害 兒童玩具版的windum 多少錢? 139 這些價錢就適合我了 特空機2號 它的可動性絕對不會比SHM差太多 看見本身的造型 坦白說 這個價錢我覺得是超值的 對 實實 如果拿回去 噴回顏色也很開心 雖然有啤的顏色 比較好 多一句吧 前面其實是跨啦啦的 所以我們不要拍後面了 看見本身起碼有著色的地方 兩個顏色 不是呀 噴噴金屬紅來的 真的不是樓 但其實它有一點珍珠色的 膠底是有珍珠色的 所以變成一句百多元 大小朋友玩都可以 其實你滑一下線應該可以 不過它滑到一點 很快滑 那你找髮狼友就很快滑下去了 而且它的可動性比SHM更高 你真的說得對嗎 你看SHM做不到這個動作 除了頸子 動不了 我回答你SHM做不到這個動作 手的可動性絕對很棒 其實整個系列都有推出的 即是這個大空機一號 SET啊 其實值得玩的 大空機一號也是便宜的 有這麼大隻呢 有漂亮呢 正面 等下它會不會推出三號 除了它本身的本體之外 還有一個效果 金電掌 它是好笑的 它是換手嗎 它是換殼 它是一個手套來的 好像打棒球一樣吸進去 更聰明 吸進去 它又真是挺好的 嘩 吸進去 這樣就變成了絕招 嘩 還可以變相的飛拳 飛掌 其實真的很期待 我們來一套新的鹹蛋 會不會有什麼精彩的表現 因為它的樣子也挺邪氣的 計算這個巴尼歐的兒子 之後 一個面帶邪氣的鹹蛋超人 故事究竟會怎樣呢 容後再說 只要你買齊的特空機 就可以重現這個向夕陽斌走的效果 你差一個King Joe 但它開啟後好像沒有 沒有它 但這個意思是想玩嗎 買吧 百多元而已 其實本身 天色店那些都有機會有 吉之島玩具部 空機2號 嘩 真是棒 八多元 不用擔心 所以今天我們玩玩的玩具 方向性多多 很快 一會兒見到你 一會兒見到你 這次是誰的 麻煩了 還有